《陌路狂欢,潘金莲》 二,作者侯文勇 春梅被卖走以后,陈静记开始消极抵抗吴岳娘的所有作为 他骂西门大姐出气,说是 我在你家做女婿,不到的雌饭吃 也就是还不至于吃白饭 吃伤了,吃多了讨人宴 你家收了我许多金银香龙 你是我老婆,不顾善我,反说辞你家饭吃 我白吃你家饭来 11月27日,孟玉楼过生日 生日寿宴当然没陈静记的份 孟玉楼好心叫人拿了韭菜点心 到前面铺子里给陈静记复伙计吃 陈静记喝醉了酒,又对着复伙计发酒疯 他说 俺丈母听信小人言语,骂我一偏是非 就算我 好不好我把这一屋子里老婆都刮剌了 道官也只是后丈母通奸,论个不应罪名 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儿修了 然后一纸状子告道官 再不,东京万寿门进一本 你家见收着我家许多金银香龙 都是杨茧英莫官赃物 好不好把你这几间夜房子都抄没了 老婆便当官办卖 懂事的把俺女婿收拢着 照旧看待,还是大家方便 陈静记还威胁父伙计 说是万一闹翻了 将来告官 连父伙计也要参一状 吓得父伙计隔天一早 就去跟吴月娘辞职 吴月娘自然是安抚父伙计 要她留下安心做买卖 还对父伙计说 有圣金银财宝 也只是大姐几件庄莲 随身香龙 吴月娘和陈静记两人的台词听下来 我们有点迷糊了 香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有杨茧英莫官的脏物吗 到底是陈静记还是吴月娘说谎呢 回去翻金银梅第十七回的记载 我们发现除了五百两银子外 陈静记还带了许多香龙细软 书上虽没说里面装了什么 但香龙的确被吴月娘收到主人房里去了 除此之外 当初陈静记的父亲陈红 曾写了一封信给西门庆 关于香龙这一段 信上是这样写的 我一闻消息 举家惊慌无处可投 先打发小儿令爱随身相隆家伙 暂借庆家府上寄予 我立即上京 投在姐夫张氏连处打听事项 待事物凝贴之日 回家恩有重报 不敢有望 成孔献中有甚声色 我令小儿外聚银五百两 相反庆家费心储料 从这封信我们看到 第一 陈红当初是匆匆忙忙离家跑到东京去打听消息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似乎不可能随身携带太多贵重的东西在身上 第二 书信上写得很清楚 五百两是给西门庆打点用的 香龙的东西统统是暂时计放 将来要拿回去的 换句话说 五百两银子除了照顾陈静记外 还包括了打点官员寄放香龙的费用 这封信一看 香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用说 大概也猜得出个八九分了 试想 如果不是比五百两更贵重许多的东西 何必还需要五百两的保管费呢 推断起来 说谎的应该是吴月娘才对 敏感一点的读者可能会问 吴月娘难道不怕陈静记翻脸去告官吗 陈静记当然可能去告官 但告官对陈静记一点好处也没有 大家要知道陈家在那次政治事件之后 已经完全失势了 现在陈静记工作衣食全仰仗西门庆家的生意 整垮西门庆家等于也把他自己的未来前途赔上了 何必呢 更何况真要弄到这种你死我活的地步 吴月娘一样可以去举发陈静记和潘金莲的奸情 依照明朝律法 女婿和丈母娘通奸两个人都要判绞刑的 第76回西门庆就讲了衙门里一个女婿和后丈母娘通奸的案子 统统被西门庆判了绞刑 作者在陈静记和潘金莲被揭发的十个张回前就埋伏了这个故事 还真是用心良苦 局势宛如两个拿着枪护抵对方太阳穴的两个人 吴月娘算准了陈静记根本没那个胆量先开枪 回到故事里傅伙计辞职的场面 很明显的陈静记和吴月娘都想控制店长傅伙计 也就是谁拥有了傅伙计的效忠 谁就控制了西门庆家最重要的现金来源 我们看到书上说吴月娘把傅伙计安抚住了 这表示在这次的对抗中吴月娘是大获全胜的 一般人对于吴月娘都有种贤淑善良喜好佛法 克尊道德的粗浅印象 不过在西门庆过世经过这一连串的事件之后 我们开始对吴月娘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金平梅的超级粉丝张竹坡 就认为吴月娘是金平梅里最坏的女人 他罗列出吴月娘的罪证洋洋洒洒 说夫反写月娘之偏宠金莲 也就是潘金莲出嫁时专意巴结吴月娘 贪图平儿强头之财 夜香之权炸 扫雪之驱成 也就是半夜故意扫雪烧香祈祷 让西门庆看到 处处引诱禁忌 全部防贤金莲 至花园中金平梅于度外 依若别事之人随处艰险 隐昌也就是李贵姐为女 而冷落大姐 西门大姐是前妻生的 卖富贵而攀亲 也就是与乔大户结亲家 吃福药而求子 平儿一死即掠其财 金莲何弃携至其夫 指的是靠着肚子里的孩子 冷落大姐 卖富贵而攀亲 也就是官哥和乔大户家女儿 结亲的事 是吴月娘的势力 全部防贤金莲 至花园中金平梅于度外 一若别事之人 随处艰险 是吴月娘的放任 与金莲何弃携至其夫 是吴月娘的小气 宣卷念经则是她的愚蠢 装模作样 在张竹坡的心目中 吴月娘还真是坏透了 这还没完 还说 住许多金粉于园庭 列无数双居于后院 一旦远行烧香 且自己又为魏王之人 乃远奔走于数百里之外 以理论之 即有夫之妇 网邻左之尼安僧舍 亦非妇人所宜 乃月妙烧香 亦月娘之罪 至此极矣 张竹坡指控吴月娘 去月妙烧香 最极矣 主要来自两个部分 首先 妇人出门烧香 扫墓 是明代女人 可以公开展示 自己的少数场合之一 这样的举动 如果是未出嫁的少女 还有话说 可是 吴月娘以一心寡的寡妇 单独跑到数百里之外 公开展示自己 与理说不过去 也难怪会受到性骚扰 再来 在秋菊接二连三告状之后 还故意放任潘金莲和陈静记的 坚情发展曝光 吴月娘欲擒故纵的心思 恐怕远比一般人的想象 还要复杂许多的 本来 如果吴月娘不是这么有心机 这么小气 以西门庆身后的资源 妻妾们或许还能勉强维持 相安无事的局面 但吴月娘种种气度狭隘的做法 使得周遭的人产生一种 吐死胡碑的警惕 纷纷为自己打算 连带的 加速了西门庆家的轻颓 这应该是张竹坡 为什么会把吴月娘 当成金瓶眉里的第一恶人 罪人最重要的理由吧 经过复火级事件的较量之后 陈静记心里再明白不过了 在他和潘金莲的事情曝光之后 西门庆家不再有人愿意相信他了 不过接下来陈静记的做法有点出乎意料 书中说 一日也是何当有事 当铺挤着一屋里人数讨东西 只见奶子如意抱着笑哥 送了一壶茶来与副伙计吃 放在桌上 笑哥在奶子怀里哇哇的只管哭 这陈静记对着那些人做耍当真说道 我的哥哥乖乖你羞哭了 向众人说 这孩子倒像我养的 也就是这孩子倒像我的儿子 依我说话叫他羞哭 他就不哭了 那些人就呆了 陈静记的行为动机浅显易见 也就是既然我没有道德情操 那我也抹黑你 大家彼此颇分 总可以了吧 以吴月娘的个性 听到了这样的事 应该会极力公开驳斥 甚至对陈静记小以大意 让他难堪才对 但结果却不是这样 书中说 这月娘不听便罢 听了此言 正在静台边梳着头 半日说不出话来 往前一撞 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慌了小玉 就将家中大小 扶起月娘来炕上座了 孙雪娥跳上炕 绝旧了半日 要将汤灌下去 半日苏醒过来 月娘气度心胸 只是哽咽 哭不出声来 吴月娘反应之大 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一般人读到这段 直觉反应是 反正吴月娘在乎的是明洁 陈静记这样说 重伤她的明洁 所以她才会这么生气 这样的说法 固然在逻辑上说得过去 不过细究起来 还是有问题的 首先 往前撞到不省人事 昏倒在地上 是很严重的事 如果只是陈静记的 无稽之谈 有必要这么情绪发作 把自己撞成这样吗 吴月娘的情绪 到底是什么 是生气吗 还是委屈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只是哽咽 哭不出声来 如果陈静记说的 不是事实 难道委屈 无法言说的吗 更何况 陈静记说 吴月娘夺了 她家香笼里的珍宝 明明有的事 吴月娘都能反驳 说成没有 也不过相隔几天 陈静记说 孝哥是倒向他养的孩子 为什么连反驳的力气 甚至最简单的声明 或者是否认都没有呢